上半年国内汽车市场发展平稳,需求偏弱,但需要关注的是,随着消费升级,汽车市场的份额比例正在改变,龙头企业的盈利提升仍具潜力,与此同时,新能源大军加速发力,外资外企一再蓄势待发。 本期的智能内参,我们推荐来自填封证券的汽车行业年终盘点,从承用车市场的供需,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的发展,汽车产业三个维度,总结,汽车行业的上半年发展及未来趋势。 如果想收藏本文的报告,天丰正确汽车行业2018年终极策略,天丰正确电动汽车新一轮三年十倍,可以在车东西官方回复关键词,NC272获取,以下为智能内参整理呈现的干货。 大洗牌将至,乘用车,月度销量及同比分速百分号,重卡月度销量及同比分速百分号,大中克月度销量及同比分速百分号。 2018上半年,既车销量为1407万,同比增加了5.6%,其中,乘用车销量1155万,同比增加6%,重卡销量67万,同比增加15%,大中克车销量6.4万,同比增加19%,乘用车,月度批发销量同比增速百分号。 传统乘用车销量,传统乘用车销出新门元月度批发销量同比增速百分号。 从增速的角度来看,上半年整体市场的需求偏弱,第二季度初新批发高增速,但这事是由于上季度较低的基数,以及新门元市场的给力表现。 基于此,若不考虑此基政策,天丰正确预计2018年汽车市场增速为2%,其中,下半年增速偏弱。 按惯例第三季度货为低点。 重点车企,中国1998到2018年,重点自主合资市场份额百分号。 尽管今年是汽车市场的小年,我国重点自主品牌,却有着明显的上升势头。 2004至今市场份额上升22个百分点,2014至今上升11个百分点。 重点合资企业的消滑趋势则较为显著,2004至今下降12个百分点,2014至今下降7个百分点。 其他自主合资,多年来均撑下行趋势,且份额接近,其中自主随行业增速波动更大。 中国汽车消费的价格分布,中国汽车市场分国别的是战略情况,就承用车市场来看。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年1到6月,中国品牌承用车供销售510.91万辆,同比增长3.43%,占承用车销售总量的43.39%,占流率比上年同期,下降0.5一个百分点。 2013年左右开始一线第一梯对自主车体走势独立于二线和其他自主,这些数据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整体市场增长区域平稳,竞争压力加剧,大小洗牌平行进行。 其结果,就是强者欲强,即一线自主车体份额提升空间大,以吉利为利,这家目前份额最高的自主车体,但也仅占5.2%的市场份额。 距离第一有3.4%的差距,是20名以外车企和机份额的四分之一不到,参考美国汽车行业发展史。 在70-90消费升级的年代,是汽车股涨幅最大的阶段,一时三大巨头崛起,享受品牌消费的红利阶段。 各国历史千人汽车保有量增长趋限,中国现状微普及不足加消费升级,除了面临市场容量扩张受限和消费升级两大趋势, 尾部自主车企还面临着汽车市场开放后的外企冲击,外资冲击和中高端技术封锁。 在失去政策保护伞之后,将直接迎来淘汰战。 中国2010年到2018年车企和机份额,与当年总销量增速,中国2010年到2018年车企和机份额,与当年总销量增速,大喜牌阶段将至, 排名41-50,31-40车企将让出份额,2017年和机战整体份额的8%左右。 接下来逐步让出份额的是21-30车企,2017年和机约12%,前20名车企排名也将发生变化, 其中步伐处于下坡路的车企,也将让出份额,体质或产品率强,升级快递车企排名上移,集中度进一步上升。 中国2010年到2018年前,20名车企所占市场幻额百分号2018为前目月累计, 后补鞋时代开启高端周期,如前所述,新能源已经成为汽车市场容量扩张的重要刺激。 中国2017到2018年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测算万两百分号。 尽管2014年开启的补鞋周期,2016年底结束,低端供应链长期逼迷, 新能源可车,A00级车型产销分速放缓。 但新一轮高端周期,将在2018年正式启动。 需求从公共部门转向私人部门,A级以上承用车市场扩张。 加上欧洲新卖燃油车,中国双气氛制度等驱动主流车车, 制定新能源战略规划,足以带动资源需求再次进入上升通道。 新能源汽车板快驱动分析,全新A0,A级车全年上市, 推卖下半年销量结构走向中高端,双气氛政策建立补贴, 直接抢着行业向电动画,低油耗软型,各大车企迅速跟进出财应对方案。 缓冲期使得上半年,A00级车仍是新能源车最大市场, 但接下来占比将明显下降,A0级和A级占比明显提升。 目前,全球至少27家车企宣布全面电动画, 尤其规模最大的大众和丰田放弃原专一的节能技术, 混动加燃料电池单一技术路线, 国际车企逐渐形成一大众,日产雷洛, 特斯拉,通用为一线阵营, 福特,宝马,丰田为二线阵营的新能源转型格局。 国内车企中,上汽自主,北汽新能源,吉利, 比亚迪具备先拔优势,后发车企如常成, 黄契凳也在加速布局,投放,先拔加后进, 合理推动的趋势非常明确。 双积分并行考核要求下, 2019年起行业NIF生产进口的销售及渗透率, 全球主流整车新能源战略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新能源概念的锋利和多地地补的推出, 被上广新能源的新能源份额占比正在下降, 被限购地区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不断提升, A0级以上车型贡献主要动力, 被排照驱动的新能源中高端需求逐渐启动, 2015年到2018年度北京、上海、广东以及其他上半新能源汽车交抢险注册量下比, 随着双积分,不接退坡的推动, 主流人群需求将打开, 天封证券预计, 中高端车行销量将从2018年到13万辆, 不到增长到2020年的128万辆甚至更高, 带动高端供应链三年扩张到2017年的10倍加, 2015年到2020年中高端车行销量及占比万辆百分毫, 综上所述,天封证券分析预测, 2020年全球车洗纯电平台全面投放后将继续在未来, 5年刺激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速保持高位, 2025年新能源产销达2,241万辆, 为2016年9500万辆的24倍, 渗透率为21%左右, 其中车用车占2098万辆, 2016年847万辆的28倍, CAG243, 届时中国将是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占全球份额的52%, 欧洲占21%, 美国占19%, 预计到2025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2,241万辆, 万辆, 百分毫, 迎来加速的七大板块汽车电动化的大趋势, 加上中高端市场需求的释放, 高端供应链, 包括驱动电机, 动力电池, 车管理, 智能座舱, 轻量化, 高压模块, 充电模块等增量体系统, 将营业绩加速期, 随未来中高端车需求快速提升, 优质的产业链中有公司估值中输, 有望从15X提升至30X,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新公司业绩弹性预测, 相较传统燃油车, 电动汽车新增电池系统, 电动电驱系统, 充电模块等系统, 那离估资源需求剧增, 而热管理, 轻量化, 汽车电子等领域的成本, 占比均不同程度的提升,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成本占比, 细分来看, 三电系统成本占比最高, 越占整车成本, 三分之一, 而充电高压模块, 车在信息系统, 铝合金轻量化, 车身电子及摄像头等配套成本, 越高于配套传统燃油车, 成本占比均高于, 百分之三,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主要供应商, 当然, 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传统燃油汽车中的动力和传动系统成本占比近40%, 传统电子电气板块, 将随汽车新能源化被取代, 以下是新能源刺激的高端供应链, 七道板块增长确实详细, 离谷资源,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单车带电量, 新能源中高端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从小微车型升级为中大车型, 及A00级占比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中高端车型对蓄势里程的要求增加, 从而加大了电池电量和能量密度出说, A00和A0级车型电量提升至少5KWHA, 汽车提升10KWHA2里股资源正式正要的电池材料, 全球新能源汽车对碳酸米的需求量, 急增速预测万多, 百分号, 全球新能源汽车对股的需求量, 急增速预测万多, 百分号, 提升平均单车带电量的需求, 热向了高能量密度电池需求的全球控制高增长, 由其中高端车型搭载的三元电池, 天风证券预计2017年到2020年, 中国新能源车三元电池需求增长, 4.6倍从16GWH到89GWH, 全球新能源车三元电池需求增长, 3.2倍从38GWH到162GWH, 带动全球碳酸米需求增长, 2.3倍从4万吨到14万吨, 股需求增长3.2倍从1.0万吨到4.1万吨, 三电系统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示意图,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 包括驱动电机系统电机, 电控与电池系统, 速车大三电, 其中, 驱动电机, 电池组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 相当于燃油车的发动机, 电机控制器则只控制驱动电机和管理电池的装置, 通过调整驱动电机的电压, 电流控制电动机转取, 以及通过采集充放电状态, 总电压等电池数据控制电池能量的输出, 从市场格局来看, 宝马, 大众, 风钱, 日产, 本钱等车企的驱动电机系统均为内部供应, 中国供应格局相对分散, 仍处于洗牌重整阶段, 动力电池系统的规模, 产品, 技术和资本优势以来明确形成, 龙头格局基本形成, 充电设备, 充电设备是一图, 新能源打开了充电设备的栏海, 新能源汽车充电模块, 按照配置地点, 以及是否与公共电网, 接触两个维度可以分为车, 在充电机市和消费者资人, 接触式充电, 相当于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多为政府基础设施工程, 和改用式充电, 眼下造价够高, 适合各类商业地产或高端住宅配备, 充电模块企业新能源领域的订单情况, 偏锋正确预测, 2018年到2020年国内中, 低端新能源乘用车配套车在充电机市场规模基本保持不变, 按中低端和中高端单车价值量, 1800元和3000元计算, 预计, 2018年2020年国内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配套车在充电机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9.2亿元, 38.3亿元, 3年, CAT2为114.9%, 此外, 公共类充电装建设, 运营数量有, 201001, 000个左右快速增长至, 2017年的, 21万个, 不合增速高达, 111.8%, 按照北京目前慢充快充期, 3的建造比例来计算, 我国2020年充电装行业规模大约为1800亿元, 2017年到202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车在充电机市场规模一元, 百分好, 除了充电装, 未来在车辆的智能化需求下, 高压模块的连接器, 显速, 继电器等, 将实现快速增长, 并且中国企业如鸿发股份正在真实加速, 实现这一细分产品的进口替代, 2017年到202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车在充电器市场规模预测一元, 百分好, 风证券预测到, 2020年国内配套中, 低端新能源乘用车的车在低压充电器市场规模将依旧保持在, 8亿元左右, 而配套于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的车在高压直流充电器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 将达到51.1亿元, 2018年到2020年, C82为114.9%, 热管理系统, 常见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热管理系统是从整车融合的角度考虑整车化热性能, 控制和油化热量传递的系统, 新能源的热管理系统与传统汽车大有不同, 其中,电池冷却器、电子膨胀吧, 冷却板、PTC加热系等新部件的增加, 带动新能源整车热管理系统的价值量明显提升, 热管理相关企业新能源领域的订单情况, 偏逢正确预测, 以中低端、中高端新能源乘用车热管理系统单车价值, 4000元、8000元测算, 我们估计2018年中低端、中高端新能源整用车热管理市场空间将分别为22.2、24.5亿元, 2020年市场规模为16.6、102.1亿元, 中高端新能源整用车热管理市场将迎来快速增长, 2018年到2020年CADRA114.9%, 2017年到2020年, 新能源整用车热管理市场规模一元, 百分好, 铝合轻量化, 新能源汽车的能耗, 驱航指标对车身材料提出了要求, 据Off-Wake测算, 电动汽车车重降低10%, 驱航里程可增加5.5%, 因此密度小, 强度高, 减重效果明显的铝合金器, 车工业应用较多, 较为成熟的轻量化材料优势突出, 铝合金压住新能源订单情况, 天丰正确与中低端, 中高端性能源乘用车分别, 200千克, 350千克, 平均单车铝合金零部件使用量来计, 自2020年中低端, 中高端性能源乘用车行业铝合金零部件需求量将分别达到, 8.3万吨, 44.7万吨, 其中, 中高端性能源乘用车铝合金零部件需求, 2018年到2020年, CADR高达, 114.9%, 2017年到2020年, 西能源汽车铝合金零部件需求预测, 万多, 百分毫, 车载电磁, 纯电动汽车电磁成本占整车成本达到65%, 远超中高端汽油车的28%和紧错型汽油车的15%, 进一步提升了车载电磁未来的市场空间, 为智能网林企业创收, 汽车电磁成本在整车成本中的占比, 随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的降低, 过去仅在中高端车型中配备的车载信息系统, 车在娱乐系统等汽车电磁产铁, 近年来逐渐进入普通车型, 智能网林企业新能源领具订单情况, 以目前中低端, 中高端新能源征用车配套, 系统单车价值, 1500, 4000元来测算, 并假定到2020年再上调5%, 天峰证券预计到, 2020年国内中低端, 中高端新能源程用车, 每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6.7亿元, 53.6亿元, CADR为118.4%, 我国车在电子美未来市场空间预测一元, 百分好, 自动驾驶模块, 除了电动化, 智能化, 自动驾驶, 已逐步落地, 新能源汽车呈主要载体, 自动驾驶产业链主要由, OEM, TRA1厂商, TRA2毫米波雷达, 电子转向, 电子制动等厂商构成, 2017年到2020年国内, ADAS市场空间预测一元, 百分好, 天风正选一中低端, 中高端新能源程用车配套ADAS, 单车价值3000, 15000元进行测算, 自到2020年我国中低端, 中高端新能源程用车, ADAS市场规模分别为12.5亿元和191.5亿元, 其中中高端新能源车用车配套市场快速增长, 未来三年CAG2为114.9%, 细分来看, ADAS核心配套部件摄像头, 加毫米波雷达市场空间巨大, 高端电子器件成为主流, 车东西认为, 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汽车市场之一, 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下, 强者欲强降, 成为未来市场格局变化的核心规律, 与此同时, 汽车电动化已经有低门槛式补贴阶段, 转向高端发展, 又导性补贴阶段, A0级级以上承用车型, 将再多个省区以来需求释放, 全球车汽车手构建电动汽车的核心供应链, 多个板块迎来高速增长机会, 依据天峰证券的分析, 未来三年核心龙头将进入业绩增长, 一到三倍核估值, 15倍到30倍等待为四双击,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